三国元树把一手好牌打烂 只是犯了很多老板常犯的错 还别不承认关于元树在三国之里 介绍得比较清楚 自公路 元少有堂弟 因此也是四十三公的背景 举笑脸 关居虎坟中良将 后来董卓专权之后 任命元树为后将军 黛玉其实挺好的 看到董卓这样的表现心里害怕 因此就跑了出来 跟到南洋去 刚好遇上孙坚杀了南洋的太守 而元树则得了渔翁之力 占据了南洋 从此了不同的人生 这本来是一手好牌 南洋有好几百万户人家呢 要人有人 要良有良 而最后元树的结果却不太好 元少好歹与曹操痛快地打了几仗 而元树似乎没有什么动静 因此 元树一度被曹操 恐龙形容为棺材中的枯骨 名声太差了 元树是如何把这么一手好牌打烂 如果换成刘备最开始有这么一手好牌 结果肯定不太一样 一直来读一下元树如何变成 种中枯骨那元树相比其他诸侯 有哪些区别呢 没有大局观 或者说没有战略目标 曹操的目标就非常明确 扶持汉献帝 也有人说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消灭各路诸侯 实现华夏统一 事实上他也是那么执行的 把北方各方势力搞定之后 什么吕布 元树 元少直流 紧接着向南进军攻击刘表 再来东武 只是水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池碧战败北之后 让刘备起死回生 刘备最开始也没有远大的目标 一直到刘表的地盘遇到诸葛亮之后 策划了刘备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应该如何去实现 最大化利用自己皇室的身份 谁是自己的敌人 谁是自己的朋友 本来诸葛亮的意思是 刘表已经老了 而且也是干不了大事的人 可以取而代之 先占荆州 再谋取一州 假如刘备再狠一点 先取了荆州 与孙权联手对付曹操 估计就没有后面借荆州一说 孙权或许不敢冒天下之大部位 在背后捅刀子 至少是出师无名 而袁术呢 似乎没有什么大规划 可以先看看袁术所处的位置 北林曹操 东便是吕布和孙策 西便是刘表 孙策是可以说是袁术的下属 主要可征服的对象有刘备 吕布和刘表 袁术站着这么好的位置 竟然没有锁图 即使云去攻打刘备 更多的因素是为了发泄一下 首先需要分析对手 刘表没有威胁 孙坚是自己人 在没有撑敌之前 孙坚还是袁术的部署 至少保证短时间之内 不会对自己图谋不轨 主要的对手应该是曹操 因为曹操有统一北方之心 是所有北方势力的敌人 除了那些一厢情愿 想归顺朝廷的势力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 袁翰朝廷已经懦弱地 让各路诸侯无法尊敬 此刻曹操的势力代表新的朝廷势力 每个人都想割据一方 似乎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听朝廷的话了 实际是袁术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联手曹操 消灭其他诸侯 另一种是结盟其他可靠势力 先灭曹操 然后再分天下 事实上袁术既没有联手曹操 也没有与其对手进行牢固的结盟 这就让曹操有机会各个击破 其实也不需要战国时期 和纵连恒那样 搞一六的大决战 毕竟此时曹操代表着朝廷呢 民意上汉还存在呢 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比如袁术与袁绍交好 曹操也不敢轻聚妄动 别说两边进行夹击 就是在曹操攻打一方 另一方则承虚而入 就够曹操喝茶了 从曹操在进攻张秀的时候 明明占了上风 却撤军 被贾许计算出来 肯定是后方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让张秀成绩追杀 而取得胜利一样 不过袁术倒也联手了一些势力 不过没选对角色 像吕布这种反复无常的人 有什么好联手的 联手公孙赞 想打谁啊 袁绍肯定不爽 因为公孙赞与曹操并无交集 加之淮南与幽州相隔万水千山 根本指望不上 公孙赞反而与袁绍有扯不清的关系 袁绍与自家兄弟袁绍不合 这着实让人无法理解 在曹操还没有出手的情况下 其他人就在相互消耗 曹操也高兴 也反映出袁树的另一个不足的方面 这就是袁树的识人不准了吕布 绝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可以说是没有底线的人 每个收留他的人结果都不太好 兵援 董卓被杀 刘备被吕布纠战缺巢 虽有万夫不挡之勇 控制不好反而伤了自己 而且当初袁树也收留过吕布 吕布从出场到归西 共投靠了七位人选 分别是丁元 董卓 王宇 张阳 袁树 袁绍 刘备 最后遇投奔第八位人选曹操的时候 因刘备在一边神不刀 最终吕布被曹操杀死 袁树还想通过与吕布联姻戒亲近之号 结果被一心向曹的陈归摆了一道 本来吕布听说袁树要与自己结亲 并奉送丰厚的嫁妆 剑裁起义的吕布原本准备答应 这是潜伏在吕布身边的亲曹派 陈归父子及时出手加以阻止 父子俩使出浑身解数 挑拨离间吕布与袁树 吕布虽改变主意 决意向朝廷示好 派人将袁树的使者韩颖押送到许仙 作为给曹操的见面之力 同时吕布的女儿已经在去寿春的路上了 吕布派布下骑快马将其女追回 这叫什么事吗 这下好了 袁树与吕布结盟不成 还无故多出一个敌人 袁树听说吕布毁昏展示 勃然大怒 原来只有自己耍别人 现在却被吕布给耍了 袁树岂能善罢甘休 这时被曹操赶出豫州的阳凤 含仙正在徐州 扬州流浪 袁树派人与之联络 与这两位联合 携手对付吕布 这一次又用错人了 这是两个比吕布更现实的家伙 毫无政治节操可言 纯粹的有奶就是娘 袁树选这二人做盟友 注定要到大梅 看看袁树选的人 前有吕布 后有杨凤 果不其然 吕布对杨凤 韩仙使用了反剑计 还许诺打败袁树后 缴获所得都归杨凤 韩仙 他一点也不要 后来杨凤 韩仙阵前倒戈 反戈一击 与吕布军彼此呼应 夹击袁树军 事发突然 袁树猝不及防而全军崩溃 大将乔蕊被吕布军活捉 袁树军作鸟兽散 死伤殆尽 另一大将张勋 只能率领败兵狼被逃回 另一方面 可能也是袁树自身人品有问题 驾驭不了好的人才 孙兼之子孙策 及其所不本依附于袁树 作战也十分尽力 但袁树几次三番言而无信 食言自飞 失望之余孙策早已对袁树心怀不满 孙策在翅膀硬了之后 就另起炉灶 袁树的一步臭气 彻底将自己葬送汉末群雄中 袁树的实力不是最强的 野心却是最大的 向袁绍 曹操致死不敢称帝 即使是董卓也不敢篡位啊 袁树却已向天开 冒天下之大不韦 公然在淮南称帝 决心过把瘾就死 在袁树自己看来 自己称帝是阴天顺人 但在天下人看来 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袁树的部下也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疯狂行为 但袁树为了圆自己的皇帝梦 依然我行我素 建安两年春 袁树在寿春称帝 改久将太守为淮南隐 大风部下文武 还以皇帝登基的形式交似天地 袁树公然称帝 立即陷入四面楚歌中 如同过街老鼠 四面寒打 袁上 曹操当然不能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打击对手的机会 兵马未动 众人的口水就把袁树淹得半死 与袁树关系较为亲近的孙策 在苦劝无效后 与之分道扬镳 与部更是干脆将袁树的使者 送到徐县曹操那里请功领赏 袁树想招明示辅佐自己 却发现无人理睬 部下们虽没有公然反对 但已经心不在其位了 如袁树想让前眼周刺使金上做自己的太位 可是金上根本不领情 连夜就逃走 袁树派人追赶 追上后直接斩首 敌人反对 盟友反对 部下反对 袁树焦头烂额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袁树的后宫也跟着闹腾了起来 魏征所谓的皇后竟然打了起来 还真把袁树当成皇帝了 袁树陷入重攀亲密的地步 最后 败于吕部的手里 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的结局